DJI Mavic Mini 在香港是沒得賣的 就算香港有DJI旗艦店都好 是沒得賣的 上網只說不送香港地區 不知為何 乘船到澳門也有得賣 但是台灣也有得賣 就是香港沒得賣 不過不要緊 我有外國勢力幫忙 專程從英國帶回來的DJI Mavic Mini 在我手上 其實我剛剛才發現 原來大家要找到Amazon這個外國勢力已經搞定 因為現在它很多東西都是免運費到香港 拿上真的很小一部 網上你都看到 每個人都在那裡對 嘩 最小一部iPhone 但是DJI其實這部不是他們第一次出一部這麼小的DJI 其實如果大家沒有忘記 之前都出過這個DJI Spark 其實它是差不多尺寸的 但是其實這兩部有什麼分別呢 你應該買哪一部呢 或者你有Spark 應該不應該升級呢 或者這個算不算升級呢 我覺得Mavic Mini 就像Spark Spark那時一出 我都以為是一個玩具 但是原來它真的可以拍到很漂亮的影片 真的可以在戶外飛 真的可以抗一下風 但是今天這麼大風 可以不可以呢 我真的不太知道 真的要試試才知道 就算Mavic Air在強風之下 都會好像挺牙煙的 究竟這部Mavic Mini 頂不頂得一順呢 看看它會不會整個吹走 似乎都... 都OK 看見這隻這麼膠默的Mavic Mini 這樣頂著強風發都很誇張 就算是有機器 其實都可以,這麼大風風 因為這個它寫的擴風程度就跟 Spark 是差不多 即是比其他的 Mavic Air 就算是比最小的 Mavic Air 擴風程度都沒有這麼厲害 這個拍攝可以拍攝 2.7K 但它沒有 Cynelight 去選擇 只有一個 Colourpover 選擇 所以我看到有很多曝光的位置 現在的遠度是去到岩石那邊的,看看它可不可以飛得這麼... 我現在暫時還是很暢順的 我現在才去到...我真的去到很遠,我現在兜回鏡頭回來 你們看一下,我在那邊那麼遠,其實好像在山上擋了一點點,訊號還能收到 到它出第一個 Low Battery Warning 的時候,已經拍了18分鐘了 不要忘記它是在一個強風的環境之下飛,更加浪費電 當然,它雖然是一部這麼小的 Drone 平價的 Drone 但它始終都是有 DJI 這個招牌的 Return to Home Function 沒有電,失去聯絡,它會自己回來這個 Home Function 還有它也有一個感應器,感應地上是否正確降落的 它現在感應器降落的位置不太平,它就會叫我自己手動去降落 現在試一試 SPAR 看看它這麼大風飛,我記憶都應該可以的 OK 一大分別就是 SPAR 的 Gimbal 只有兩軸防震 它就不會穩定左右 Pan 其實大部份時間都OK的,除了真的好大風 就好像現在這樣,左右 Pan 有少許窄 兩部機都沒有那些 Picture Profile 、 Picture Style 選擇 沒有得調校 contrast 所以拍出來是會幾 contrast 當然Mavic Mini 那個2.7K 的片拍出來 你縮回去全高清1080的時候 肯定就會比SPAR 的片 如果你2.7K 剪1080 你還可以直接切過去,變相多了一個 Zoom 看看 Drone 本身 Mavic Mini 呢,就是… 就是… 就像剛才說的,249克 它就是要來,例如在美國這樣 250克以上的 Drone 全部都要登記 那這個就… DGX好像故意玩東西 我現在就出一部249克的 Drone 它是足足給這個 SPAR 輕了50克 就是拿上手的感覺 差不多好像 SPAR 摸夠電的感覺 那因為它這樣,就拿上手 其實我就說這個 SPAR 我那時候還說這個 SPAR 感覺上有些玩具 這個呢,真的非常之玩具的感覺 非常之空框框,較默默 那還有呢,有些位置呢,簡直是… 就是…你咬得動的 那當然這個不是大問題 你可以看到剛才飛的時候呢 亦都是非常之勁 那麼大風亦都飛到 所以現在呢,就越來越大風啊 現在,神經病 然後,後面這個 SD 卡和 USB 位呢 很有趣呢,就沒有蓋的 是不是這樣可以省多一克呢 因為就算這個 SPAR 呢 它後面那個 SD 卡和 USB 位呢 都有蓋的 那麼,還有這個電就很不同了 所有其他 DJI 的 Drone 呢 它那個電都是機身的一部份來的 它這樣拆了出來,機身就沒得罰的 那麼這個其實,我覺得是可以省一點重量的 因為這個呢,就不同了 它有一個蓋打開,好像貨機一樣 然後呢,就再拆一件貨出來 就是那個電 其實這樣做呢,照計就做多了兩個殼的 因為那個電有一個殼 那個機身有一個殼 那麼其實這樣照計是重了 就不知為什麼 DJI 會有這樣的選擇 而且它是第一次這樣做的 那個搖控呢,就有少許分別 因為呢,新那個 Mavic Mini 的搖控呢 它上面那顆 Joystick 呢 都是可以拆得出來的 這個新功能呢 這個新設計呢 就是 Mavic Air 那時候有的 拆了出來呢 又可以藏在一個搖控裡面 那麼這個 Spark 就沒有了 一向這個搖控呢 最麻煩就是這兩顆的 拆了出來呢 雖然整個東西都很小 但是呢,這個裝飾袋呢 整天呢,那個 Joystick 呢 就困到東西 有些麻煩的 那麼,還有這個有什麼麻煩呢 就是拆你的手機的時候呢 它是用 Wi-Fi 去拆的 即拆 Wi-Fi 已經有一樣麻煩的 那些電話就要選擇 Wi-Fi 先這樣 因為新的這個 Mavic Mini 呢 插線的 那麼你一插下去就可以用得了 不用搞那麼多東西 那麼,還有用 Wi-Fi 拆手機 有一個問題 有一件事我就經常都懷疑 就是是不是因為這樣 那樣搞到那個圖傳是比較沒有那麼好呢 整個都疾,整個都斷線 那樣呢 因為它要有兩個 Wi-Fi 一個 Wi-Fi 就要來遙控 那個 Drone 另一個 Wi-Fi 就是要來遙控 不是,要來拼搏手機 是不是因為這樣有兩個 Wi-Fi 搞到它的接駁是比較差一點呢 那麼我不知道 Spark 呢 Spark 的遙控上面是多些按鈕的 它有多兩個功能按鈕 你可以設定不同的功能按鈕 前面有一個按鈕 一撥就可以轉 Sport Mode 還有一個暫停按鈕 那這些呢 全部都是 Mavic Mini 的遙控是沒有的 那如果你買那個 FlyBall Combo 呢 它還有這個充電器電池盒 那這個電池盒就非常方便了 你可以帶出去 可以用來裝電 一個可以裝三個 而且它亦都可以充電 那如果你有尿袋 例如我剛才飛了一會兒 那就可以 插回尿袋 那它呢 這裡就會有顯示 就不會混亂的 因為它呢 這裡會顯示這塊電其實是充電的 已經可以用得 這塊呢 是在充電的 這裡亦都可以再插 即是如果你今天飛完了 但是你的電話沒有電 那你亦都可以插回這裡 用這塊電 來插你的電話 這個Mavic Mini是否真的完成Sparc呢 又不是的 Mavic Mini就沒有那個Active Track Sparc呢 反而是有的 雖然它的機底有一個鏡頭向著地 所以令到它可以在室內飛 不用GPS 它只拍著下面就可以定位 所以它才可以這樣 我什麼都不做 它就懸放在空中 不過它是沒有這個 避障的 即是現在我飛這架機 我絕對可以飛過來 撞在鏡頭那裡 它是完全不懂得停的 Sparc除了機底有紅外線 探測對地的距離 有一個鏡頭拍著下面 所以你沒有GPS 塞在那裡飛到之外 前面這麼大塊這一塊 也是紅外線的感應器 有一點點像藍廁的 紅外線的感應器 你去完之後你走開 它就會衝刺 這個就是感應器前面 有沒有東西 所以我現在退後 接著我現在向著攝影機 它是自己會停的 已經不肯再飛了 我現在是按了向前 它也是不肯飛的 它也是在Return to Home 的時候 例如你的遙控和它失去了聯絡 它回來的時候 如果中間有一棵樹還是什麼呢 它會感應到 它會再飛高一點 避開一棵樹 這個Mavic Mini 就好像以前沒有那些感應器 如果前面有棵樹 它Return to Home 它就這樣撞過去了 就很有趣 前面其實它有這兩個孔 其他Mavic Air Mavic Pro 前面這兩個孔 就是放在它那兩個 避障的鏡頭 現在這個呢 只是兩塊貼紙而已 說了這麼久 這兩部機 究竟我會怎樣選擇呢 我就覺得 例如給我呢 我自己已經有一個Spark 我就暫時不會更新 Mavic Mini 因為它們的分別 真的不算太大 而且有些東西 好像我剛才所說 只是Spark才有 反而 當然你這個只可以拍1080 但是Mavic Mini 也是只可以拍2.7K 你也是拍不到4K的 那2.7K 基本上唯一的功能 就是要來 Crop 下去做1080 當然 有的Crop 是非常好用的 因為 變相有個Zoom 變相多了一個Zoom 所以Spark就是功能齊全 有避障 始終都是一個已經 兩年前的產品 那Mavic Mini 就是它夠細部 電量夠勁 拍到2.7K 但是就沒有避障 那我自己就會為了沒有避障 這件事 我就會卻一步 那大家覺得怎樣 大家覺得怎樣 衡量 又要這個 還是要那樣 還是給多一點錢 給多一點錢買Mavic Air 提一提 香港的觀眾 現在香港的DJI 上網是沒有Drone買的 沒有貨 這部機簡直是不存在 就是 敏感詞 其實 我剛才都說過 Amazon.com 美國版Amazon 很多Drone 很多相機 基本上 現在都是 免運費來香港 直接送到你門口 用給Credit Card 儲存即分 還有我下面的影片聊述 其實一向都齊全 我每條影片拍攝的時候 用的所有器材 不用再在留言 經常有人問我 我用什麼機器 那部是什麼 可以在下面 影片描述 會放上 敏會